哈喽各位同学晚上好 欢迎来到大鹏教育股风人物手办模块 我是你们这节课的主将老师说下 那这节课的话 我们就到了我们的第一个人物案例了 是我们的一个正态对吧 大家应该提前也有去看过 或者说了解到 咱们这节课的正态例长什么样子对吧 好晚上好晚上好 然后大家可以提前先听一下 我的声音能不能看到 屏幕有没有问题啊 我们先测试一下设备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就开始上课 如果有问题的同学可以及时反馈一下 好吧 然后我们看一下 这节课我们需要去做什么 首先的话 这个是咱们这节课需要去学习的案例 然后它大概的一个人物背景的话 就是古代的这种 跟道士相关的有点 关系啊 大家也看到了 咱们上节课的话是做了它的武器 对吧 我说了这个武器我们会用到的 所以大家它的比例什么的都得掌握好 因为这个武器就是做给这个人物的 对不对 然后大家也看到了八卦 对吧 八卦出现了一次 但并没有出现第二次 那我们其实 在后面去装饰的时候呢 可以在像比如说腰带这些地方可以加这样的一个装饰作品 让它的元素呢更重一点 对吧 如果说你喜欢的话 如果说不喜欢这种宗教题材的元素的话 可以不加 对吧 看个人喜好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节课的主要的一个内容 主要的一个内容的话就是 六到七头身的一个正台比例 那头身比怎么算的应该还有同学记得吧 七头身怎么算 大家提起精神的啊 就是我们先回顾一下头身比怎么去算 是不是从下巴底到我们的脚底要算几个头 除去我们的头部 要做的话应该是做几个头 做六个头对不对 一共是做六个头啊 想清楚再动手对不对 我们做东西的话肯定提前得想清楚 这是因为我们要做七头身的人物 那做七头身的人物 你把头去掉 那身体部分从下巴到我们的脚底 就是做六个头 有同学已经给你们算出来了 乘以3对吧 21厘米 总共是21厘米 那身体部分的话就是18 或者说你做到19也可以 但是不要太长了 好吧 不要太长了 这个需要大家去注意一下 看来大家还是非常厉害啊 还是记得住 然后这节课主要是做这个正胎的素体 鞋子部分的话 我们会直接把这个脚 直接把脚做成鞋子的形状就可以了 然后直接把鞋子穿上去就行 非常简单 这个鞋子没有什么太大的难度 它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长筒的布靴 头百分百三厘米 不是百分百呀 就是一般情况下 脸膜都是三厘米左右嘛 对吧 你就拿这个三去乘嘛 因为一般我们都会用接近于三厘米 你有可能这个头 有2.7左右的 对吧 按头长来算就可以了嘛 这个不是很绝对的东西 你就按自己手里面的东西去算就行 好 然后我们就直接切到我们的这个屏幕就可以了啊 先看一下案例吧 稍微放远一点啊 然后灯光打一下 这是咱们这节课的案例 然后它的话整体来说的话是比较简单的 给大家打一下这个光 因为它整体就是黑色部分会稍微多一点 但是我们看一下 先分析一下这个裤子部分是不是 它为了区分颜色的话 其实你们刚才如果说没打光打过来 看到的这个黑色肯定是全黑的 但实际上我们用的这个颜色的话 这外面这一层是不是 它是这种金黑色对吧 加了这个金色在里面的 所以它外面这一层的话不是黑色的 然后它主色调的话就是黑加白嘛 对吧 很简单 然后外面的这一层的话 大家可以用这种偏紫色或者说偏蓝色 这样的一个薄纱 稍微去表达一下它的这种装饰性就可以了 整个人物看起来还是比较站的比较直的 所以说体态方面来说的话是比较简单的一个动态 大家做的时候呢 稍微略带一点点动态 注意一下衣服的走向就可以了 其他就没什么 然后细节部分的话可能比较难操作的 就是这个羽毛部分 它可能也就是比较复杂一点 但是做起来的话还是比较简单的 好 这就是我们这个案例 那案例的话我们看完之后的话 我们就可以开始制作这个素体部分 素体的话是我们每节课都需要去制作的 现在大家先看一下 我提前给大家写了一个这个 大家可以写个图 然后保存一下 大概的话就是这么一个数据 仅做参考啊 仅做参考 大家看一下这个数据仅做参考 然后我们一会边做的时候 边把这张纸拿出来给大家讲 好吧 就现在的话我们就暂时 不要有问题 我们先做 做的时候边做边讲 大概的话就是四厘米的一个圆 大概是四厘米的一个圆 你可以稍微多一点点 就是有些同学把控不好 它的这个多少的话可以稍微多揪一点点土 那我们做的上半层 虚干部分的话它是你是要做到这个持骨处的 所以我们用的这块土的话可以稍微多一点点 然后一会儿不 因为你少了的话你没办法补上去对吧 你多了的话我们可以在做持骨的时候把它剪掉 我们现在搓一个四厘米的圆 可能稍微有点小 应该不太够啊 再加一点 四厘米的一整颗圆啊 我现在都没有用这个取土去给大家取土了 是因为咱们都是高阶班的同学了 对吧 都开始做正比了 这个的话大家手感上来说的话 要自己多去掌握一下 就是看多少土 对吧 用手去衡量一下 就不再借助工具了 然后稍微揉一下 尽量把这个内层的这个空气稍微给它排干一点啊 不然一会儿你做到这个什么胸腔啊 背部一会儿突然出现一个气泡 然后就是一个小坑 那不太好 揉一下 韩国土稍微少加一点 最近接收到很多同学反馈说 加了韩国土的这个戈比加韩国土 做出来的东西啊 这个容易起裂纹 对吧 有可能还稍微有一点点少 这个土提前已经揉过了 就不用再揉了 大概的话就这么一块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给它搓 搓一个圆柱 手上的话稍微抹一些凡士林 这个土 大家没有揉的同学可以去揉一下啊 我这个已经很软了 我就不再去揉它了 搓圆就行 然后给它搓成一个小圆柱 因为正态的身体它会比较小一点 所以大家不要做的太大了 我们大概的话就接近五厘米左右 现在它也是没有胸的 所以在做的时候我们整体来说的话 取土量会稍微少一些 因为胸部的话就不需要留太多的泥对吧 然后稍微抹上一点点凡士林 不要抹太多啊 因为这个身体太小了 你抹太多的话一会就完全干不了稀了 现在同样的用我们的这个左手固定右手操作 右手操作大拇指跟食指揪出脖子 往上轻轻的一提 脖子的话写了嘛 0.8左右 就是稍微细一点点 因为小孩的脖子肯定没有成这么粗 对吧 然后你像做这种偏2.5次元 对吧 这样的一个手办类型的题材的人物的话 他肯定也不是说做的跟真人一样 对吧 真人的这个脖子的话 一般来说就跟我们的下合脚要稍微窄一点点 窄不到哪去 但是你做像我们的这个素体对吧 像手办的素体 小孩这种的话 你就稍微给他搓细一点 然后我们看一下 看到没 大概的话是没有到一厘米的 然后现在的话 我们可以把它尖这个地方稍微压一下 轻轻的推平 那虽然说小男孩他没有 就是我们也不做这个胸 他也没有这个较大的这样的一个胸大肌 但是你不能说把胸腔部分压的太平了 对吧 然后区分一下正面跟反面 背面的话 大家看一下 我用的是大拇指这一块的大鱼剂 稍微调一下灯光 这边这个灯稍微下来一些的 感觉你看的不是特别轻 用大鱼剂这个地方稍微给它压一下 为什么背部的这个土要流出来呢 大家可以观察一下 它背部的话是有一个结构的 你背部的话是不能太薄的 对吧 你从正面去看 从侧面去看背部它也不会特别薄 从正面去看的话 胸腔它也有一定的轮廓 所以背部这一块的话 我们是压的是前面靠近锁骨 跟我们的这个 就是锁骨前面这个脖子这个地方 过渡过来的这个地方 还有就是斜方肌这一块 连着的这一块是给它压下去了的 再看一下啊 然后这时候 你压了之后 我们把脖子微微向前倾 对吧 基本的一个身体曲线 给它稍微推一下 推了之后的话 我们可以现在把身体做延长处理了 稍微抹上一些凡石林 因为有些同学说 如果说拉伸的这个步骤 流到后面去的话 可能这个人物 它就容易开裂 对吧 因为大家的这个土 最近好像都不是特别稳定的样子 那我们就提前把身体拉长 你拉长的话 背部的这个肌肉 就是它的厚度流够了之后 整体的 你可以稍微给它压扁一点点 然后朝下面 轻轻的做拉长的处理 用大拇指轻轻的朝尺骨方向去抚摸 把这个泥往下面去堆 胸部这一块的泥 还是需要稍微留厚一些 因为它不管再怎么说 胸腔它肯定是需要有一个厚度的 然后稍微朝下面收一手啊 这个就解决了大家的一个问题啊 大家也注意到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这个小男孩的素体的话 它的肩膀是没有做出来的 可能是平平的切掉的这样的 后面是要去接手臂的 所以它是没有做出三角肌那一块的 这个宽度 它也不是特别宽 我们来现在测量一下它的这个宽度 大概的话就是接近于三厘米左右 对吧 好 然后肩膀这一块同样的 大家需要把它稍微推薄一点 从侧面来看 其实是很厚的 厚的话 那你后面去接三角肌就不太容易接得上 因为它的这个厚度跟我们的手臂的厚度 它就衔接不上对吧 就偏厚 所以我们现在整体的这个泥往下面去堆 特别是尖这一块的泥也往下面稍微去堆一堆 然后把我们的这个左手的食指垫在腰部 垫在腰部 大家看一下 我们把它反过来 脖子冲着自己的身体 把它反过来 食指刚好能垫在腰部这个地方 然后用右手的大拇指把这个泥往持骨方向去堆 这样你就比较好操作一点 如果说你是顺着来的话 你往下这样去抚摸的话 它就不太好去弄 对吧 不太好去堆这个泥 然后我们稍微多推一下 推的时候你要考虑自己 看到没 后面你边推 用这个手垫着之后 它是不是自然而然腰的形状就出来了 所以我们每一个步骤都不是说是一个多余的步骤 对吧 它都是有用的 然后现在我们慢慢的把持骨的这个地方的形状给它做出来 然后边做的话 我们边去测量一下 从下巴底 大概在这个位置 到我们的这个持骨联合的话 我们会做到接近于7厘米左右 所以现在这个长度的话可能还不太够 我们稍微再加长一点点 然后持骨这个地方的话 稍微给它开拓一些 腰的话 注意稍微收细一点 腰的话 大家目前看起来就是 虽然说你现在做的这个轮廓 你看起来说好像很夸张 但实际上 为什么要去做夸张一点 大家动一下自己的小老瓜 为什么呢 因为古风人物在穿衣服特别是下摆 这一块它会有裤子 对吧 有我们的外层的裙摆 然后有这个中层的裙摆 一共的话都有三层 再加上腰带一共有四层 那如果说你这时候把腰做得很粗 你穿上衣服之后 它还能显现得出来哪个地方是它的腰吗 肯定不行 所以大家以后在做东西的时候提前去考虑 我素体做成什么样子 是为了它穿上衣服之后 对吧 它得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形态 你不要做素体 你觉得我这个素体是好干的 穿上衣服之后 它一定是 就是跟我想象中是一样的 那可不一定 对吧 你要提前去考虑它穿的这个衣服有多厚 穿上衣服之后是什么样子的 腰稍微拉长一点点 然后注意一下我们胸腔这个地方 我们现在稍微抹上一些凡士林 把胸腔这个地方的东西先给它做一做 首先大家用大拇指跟食指 捏住肩膀这个地方 又来了 就是上次课没听清楚的同学 现在又来了 推这个肩膀 大家看一下 用食指往上去推 看到没 推了跟没推有什么区别 大家看一下 推了跟没推区别还是挺大的 对吧 另外一边把它背过来 你一定要把它夹住了 这个地方稍微要用点力 如果说太用力的话也不行 你用的这个力恰到好处 尽量不要让它变形的过于严重 但是你得把它捏住了 不捏住的话 你这个往上推的话 它就容易滑掉 对吧 又推不上去 这个就是从背面去推 然后脖子的位置稍微调整一下 脖子在中间嘛 推了棱角分明 看到没 有同学给你们总结了一下 推了棱角分明 这样是方便 我们不再用剪刀去解 也可以直接接上手臂 对不对 然后稍微把这个锁骨这一块的 我们的这个基础型稍微再给它塑造的更强一些 好 现在就可以用到棒针了 棒针的话 我们都是有一根粗的一根细的 当然如果说你只有一根的话也没有关系啊 就用这个稍微细的这一头 我们对准胸腔的这个正中间 有同学说 那这个小正泰它的锁骨 我们要把它压得很明显嘛 是的 因为锁骨的话 无论男女老少嘛 对吧 它肯定都是一样的 都比较明显的一块骨头 这种肩 大家稍微去找一下 对吧 中轴线嘛 就是脖子整个贯穿我们胸腔部分的一根线 然后朝这个肩的二分之一处 朝这个 大家看一下啊 不要睡着了 也不要开小拆 这种压锁骨啊什么的 就是经常都会出现的东西 整个肩的侧面的二分之一处 到我们的胸骨饼方向 轻轻的给它压下去 压了之后的话 它有这么一个样 对吧 现在有这么一个样 然后你再用棒针 用我们做褶皱挤压的方法 向上面去推 这样是不是锁骨就推出来了 对吧 然后像这个肩膀的这个中侧部分 看到你的这个锁骨你觉得收的不够上 因为它现在有点像 有点像这种眉毛一样 对吧 你不想要这样 从正面看起来 你不想要这样像眉毛一样弯弯的 你想要它成为这样的一个弓形 对吧 弓子形 那我们就稍微给它再收上去一点 对吧 前端的话稍微再压下来一些 让它再稍微深刻一些 这样它是不是就不会再像刚才一样弯的这么厉害 两边的话都是这样去收 然后用大的棒针 我们把它的这个锁骨上面 就平时说锁骨窝 养这个金鱼嘛 对吧 这个地方稍微给它压深一点点 让它看起来更有骨感一点 两边都一样啊 就是稍微去修一下 然后朝着这个锁骨窝 你既然压都压了 那我们是不是来操作一下 我们的这个胸锁乳突鸡 对吧 锁骨开出来之后 朝它的正中间 把我们的胸锁乳突鸡的这个凹槽开一下 然后倾斜着 稍微带一点点角度 角度的话不是特别大 朝脖子的上方 就是整个圆 这个面的靠后方的这个位置 大概三分之二的这个地方 对吧 靠后 这样给它斜着向上压过去 这样你做出来的胸锁乳突鸡 它就再也不会像一根项链一样 缠绕在脖子上吗 对吧 它都是向上去的 然后像正态的话 你可以把这个胸锁乳突鸡 稍微给它收的细一点 不要这么粗 对吧 太粗了看上去 这个肌肉有点猛 对吧 稍微收细一点点 胸锁乳突鸡稍微收细一些 然后稍微过渡一下 前端的话 我们稍微让这个脖子稍微倾斜一点 是不是我们该有的一些形态都已经做的差不多了就 然后肩膀这一块向上再提一提不要让它产生溜肩的一个状态 好 现在的话我们就去调一下左右的对称 整个脖子它的左右对称 有同学说要不要做猴结 那就不要再做猴结了好吗 这些太细微的地方你操作起来其实也不是特别好操作 好 应该在作业的那个就是大家提交的作业里面有个同学问过我 像这样没有做肩膀的对吧 没有做我们的手臂的这样的一个素体怎么去操作 那这节课我们就讲了 大家就稍微要去练习一下熟悉一下好吧 然后锁鼓的话稍微给它压得深刻一点 中间的这个凹进去的地方稍微给它加深一些 我们的凶索乳兔机的这个形态稍微给它勾勒一下啊 好 现在的话我们就又转过来注意一下大方面的形体 大方面的形体的话就是腰部嘛 对吧 侧面的话我们其实整个厚度也是有的 我们看一下厚度 胸腔的厚度的话 大概的话大家看一下是不是接近于2.5 它还是像一个暖心一样 脖子向前胸腔向后嘛 是不是像一个鸡蛋 这样倾斜着的 这个脖子是这样的 对不对 是不是 然后腰部的话因为没有这个肌肉的支撑 所以它很细 一定要记住啊 为什么胸腔反复讲了很多遍 有些同学做的还是很薄 当然如果说你特定的人物穿衣服穿的比较厚的情况下 你可以做的比较薄一点 但基础的形状还是要有的啊 腰部的话大家可以稍微收细一些 目前的话我这个大概也是接近于有1.7左右 对吧 对吧 写一下厚度吧 胸腔 2.5厚啊 厚度啊 厚度的话大概是1.7或者说你做到1.5左右也行 稍微薄一点 这个是腰 稍微加了一下啊 加了一点东西 放在旁边 有同学给你们打出来了 你们就看一下吧 好吧 多省事儿呀 雷锋好同学 好 然后我们现在把持股这个地方稍微给它带一带 整体来看的话 下把底应该从这条线算 对吧 下把底从哪算 是从脖子最上面去算吗 头放上来是不是有一定的角度 对吧 为什么脖子要稍微做长一点 下把底从这算 然后从这到这就是5厘米 这是6 马上就到7了 对不对 所以现在你就可以直接把这个地方 收出我们的这个小屁股 对吧 给它收成三角形就可以了 用大拇指跟食指 顺着它这个方向朝中间去收成一个斜面 还有同学回答我 不是 只要大家能记住就行啊 你看咱们素体整体做起来 是不是做到人物案例的素体 没有这么多细节 其实还是很简单的啊 然后另外一边的话也是一样的啊 是不是 也是一样的 一会儿我们可以把手臂稍微做一下啊 手臂 后面做也行 因为它是个黑色的 然后臀部 大家看一下 侧面的S型曲线 大家看一下是不是有 胸腔的厚度是有的 腰部收进去 臀部这个地方是不是应该翘起来 这些地方 它都是最基础的一个人物的身体曲线 所以大家去做的时候 一定要还是要稍微考究一点点啊 虽然说我们做的这个人物穿衣服穿的又比较多 有些同学觉得穿上衣服反正也看不见 不是这样的啊 那我们做素体的话 你以后肯定也会做到这种穿衣服比较少的 或者说有时候会露一些身体出来的这样的人物 对吧 好 这时候大家看一下 男性的腰部跟他的胯部的这个比例 有女性的这么大吗 我们是不是又拓展了一下 女性的这个腰块比是不是更为夸张一点 男性的话就没有这么夸张 对不对 他会比较接近一些 所以 所以我们在收的时候呢 我们就要提前去考虑 我做的是个男性还是做的是个女性 对吧 左右两边的话注意一下对称 我感觉这边稍微有一点点宽 这边稍微窄了一些 我可以稍微给他拓出来一点 注意调整一下对称啊 有对称的关系的话 大家一定要提前去检查 特别是这种肩部这个就还是比较重要的 因为你后面加上肩膀之后的话 你不可能差距太大啊 对吧 现在差不多 可能还是有一定的距离 稍微干了之后稍微修一下 如果说他插的太多太宽的话 我们就比如说这边如果说太宽了 我们可以等他干了之后 把这边稍微切掉一些 好 现在我们来做一些细节啊 跨比肩展对 屁股是凹的怎么办 屁股是凹的 屁股是凹的你就要挨打 我跟你说 我们在推的时候 这个泥是提前预留往下推了的 然后腰是收进去 要一旦收进去 屁股他自然而然 这个泥就堆起来了 怎么会屁股会凹进去呢 对吧 你做的时候肯定要提前去 就是想思考一下 我怎么堆这个泥 能让他的侧面的曲线做出来 对不对 我说了胸腔可能稍微对多一点 其他的你的往下走 尾巴骨这个地方有个坑 这个地方吗 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后面要去接这个 接大腿吗 对吧 就还好 如果说是这个地方凹进去的话 就还好 你不要从侧面腰部这个地方看下去 整个一块全是平的 那就不行啊 上面一点 那你就把腰这一块的泥 再往下收一收 好吧 有问题我们就及时解决 趁现在泥还比较软的时候 然后大家再听一下啊 我们就先不说那些 这个腰部的话 目前大家看起来觉得 我觉得合适了 但是我们这个人物 我刚才说了什么 穿的衣服 怎么比较多 对不对 所以腰部这个地方 我们还需要再收一收啊 稍微再给他收细一点点 这样的话 他的腰胯比 看起来就会 要稍微夸张一些了 那为什么要这么去做呢 那还不是因为衣服穿的多吗 对吧 那刚刚大家屁股翘不起来的同学 这时候就可以再操作一下 对吧 腰部稍微再收一收 让他臀部再出来一点 对吧 你看我的手法 如果说这时候 臀部翘不起来的同学 看一下我的手法 能不能看一下 按理图 等一下 我先把这个讲了 大拇指的话 抵着我们的这个 接腿的这个地方 然后用我们的这个 食指的这个 侧面的这块骨头 第二根这个指关节 横着 靠在腰部上 因为这个腰部也不是特别宽嘛 刚好差不多能靠上 然后轻轻的向后推 用我们左手的这个 食指 压我们的胸腔部分 向后推 它是不是自然而然 这个曲线就出来了 是不是翘的就更厉害了 有问题的同学 一会儿再看啊 咱们在上课就先顺着讲 然后侧面的这些 曲线 我们调整好之后的话 我们就再去做一些细节 比如说 我们这个胸腔这个地方的话 稍微抹上一点点凡士林 对吧 然后用磅针 去把它的这个肋骨 这个地方稍微给它压一下 大概就是腰部向上的一个地方 转折处的这个一个地方 压成一个正八字 左右两边稍微带一点点就可以了 有问题要看案例什么的 我们可以刻下答疑的时候 给大家解答一下 刻上我们先跟着这个东西 先跟着做好吧 然后用大拇指稍微去过渡一下 大拇指指幅为止 稍微向这个 从正面过渡到后面的侧面 方向稍微去过渡一下 这样的话 腰部就会被我们推的越来越细 后面的话 也会比较容易去穿衣服一点 对吧 稍微修一下它的形 然后持过这个地方的话 往内侧稍微收一收 好现在的话 复制机的位置 我们可以稍微找一下了 大概就是这个胸腔的 这根线的二分之一处 然后一直连接到我们的这个持股联合向下 做一个稍微偏直一点的一个弧线 不是一个特别深的一个大弧线 它是偏直一点的弧线 稍微压一下 然后把我们的这个块面杆 给它分出来 什么叫块面杆 就是小腹的话 它稍微要高一点 侧面的这个腐爱鞋的话 稍微低一些 用大拇指 把这根线稍微往下压一压 对吧 小腹自然而然就立起来了 然后向下去推 从侧面去检查一下 可以 看到没 它是有一个块面之间的转折的 好 现在的话 如果说要做一点点 胸大机的同学的话 我们就可以去找一下胸大机的位置 那胸大机的位置的话 我们是从脖子底 数三下 对吧 男性的话就大概是在三厘米处 对吧 一二三 大概是在这条线嘛 我们就稍微压一下 好 压了之后的话 我们就 给它稍微加深一点点 两侧的话 你给它压成一个这样偏梯形的 就可以了 然后中段的话 稍微压深一些 然后稍微给它过渡一下 压的这个线 现在偏深嘛 稍微过渡一下 好 现在胸大机是不是就跟其他的 我们从侧面来看 就跟下面复制机 它又有了一个高低的关系了 对吧 胸大机是最高的一个高低 然后复制机的话 又比侧 我们侧面的这个负外鞋 要稍微高一些 这就是一些细节 细节都是有了大轮廓之后 逐步加上去的啊 然后我们把胸大机 它的这个中间的中红线 稍微给它压一下 然后同样的稍微过渡一下 就不用做的特别的明显 就稍微给它带到一点点结构就可以了 然后注意一下肩膀 我们把这些结构线稍微给它加深一些 就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复制机这一块 对吧 稍微加深一点 然后稍微压一下 过渡线的话 用大拇指多去调整一下 指腹位置 腰的话稍微再收一收 你边做的话 就边把这些结构给它稍微 多加深一下 带一带 Grant土的话都是有一定膨胀的 对吧 好 现在的话整体的一个形态的话 就做的差不多了 那后面的话 就是需要大家都去找一下它的对称 那比如说像我做的这个 左边的这个肩膀的话 就稍微是有一些偏宽的 右边的话稍微窄一些 这个的话就等它干了之后 我们再去稍微切掉一些就可以了 因为你现在去调的话 也只能说把右边的这个压薄一些 就是补救办法的话会有 但是呢 你现在不是特别好去补救 对吧 那我们就可以等它干了之后再去修一下 你现在补的话 它整体来说 你这个地方如果说结构压身了 那你左边的话 同样还是需要去带一下结构 那你带这个结构的话 它是不是又 又变得稍微宽一点了 对吧 好 然后我们现在把它的背部 背部的我们的这个脊椎线压出来就可以了 脊椎线的话就是找到脖子中间啊 然后稍微压一根线 然后用圆的这一头去顺着这条线都去走一下 靠近腰部的地方呢 稍微压深一些 到臀部这一块的话 给它压得更深一点 做一个分开的处理 然后左右两边的这个臀部的肉稍微调整一下 我的力道不均匀压出来一个窝一个窝的 这个的话就只能说多去练习一下 因为力道这个东西的话 无法描述啊 对吧 就只能多练习一下 你如果说现在压得太深的话 我们就下次在做的时候 可以把这个泥稍微调硬一点 我们抹一些凡视灵 把脊椎线稍微过渡一下 过渡完之后的话 我们把它的这个肩甲稍微带一下 肩甲的话就画一个W 对吧 画一个W 然后把W旁边的这些压痕 外侧的压痕全部给它过渡掉 这个肩甲是不是就自己就突出来了 这是压肩甲的一个方法啊 是不是 肩甲从侧面也能看到它突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形状 好 这就是我们的躯干部分 躯干部分的话 做到这的话就差不多 细节部分的话大家不用加太多 因为我也不想围栏大家 还是轻松为主 对吧 然后一会儿有问题的 我们课后的时候稍微再解答一下 好 整体我们再来复述一下啊 我们到躯干部分的话 总体的一个长度的话 从下巴底到持股联合的话 大概是在7厘米左右 对吧 大家看一下 在7厘米左右 从黑线开始算 然后 这个root位置的话 还是算3厘米左右 对吧 一个头长 这样的话就刚好差不多 对不对 然后我们看一下蓝性的一个特征 就是腰部跟胯部的一个比例的话 它是要稍微弱一些的 就没有女性这么明显 然后它的肩宽的话 是会比较稍微宽一些的 整个现在来说的话 都是已经超过3厘米 接上手臂之后的话 你也要稍微控制一下 对吧 接上手臂之后的话 你能控制在3.7左右就行了 不要太宽了 太宽的话也不太好 然后跨部的一个宽度 大家看一下 我是做到了这个3.5 对吧 你也可以做到4厘米左右 但是最好不要做到4厘米 因为4厘米的话 你会显得跟这个宽 这个肩部的这个宽度差不多 那就不太好看 对吧 男性的话还是要有一个刀三角的一个特征 看上去会稍微好一点 跨部的话 我们稍微给它拓宽一点点 一会儿方便我们去接这个腿部 就是它的这个两侧 两侧的话 大家可以稍微往外再扩一扩 这样方便接腿部 好 去干部分做完的同学的话 我们就放在旁边 找棉花亮一下 有同学说来迟了 先听课 有点跟不上 没事 这个东西的话 素体 我还是希望大家可以多练习一下 对吧 你不一定说一定要跟上 跟上了就 课上做的 你跟的这个东西 你就可以直接用 如果说时间比较紧凑的同学 你可以直接用 如果说时间比较充裕的同学 还是可以多练习两个 选一个自己较为满意的 来作为我们这节课案例的这个身体 对吧 然后我们现在来做腿 腿的话 大概也是跟身体的曲离 是差不多的 四厘米左右 那男性的腿的话 像我们这个人物 他是穿裤子的 他不是一体的裤子 所以腿部 还是需要大家去把它做出来 我们稍微压一下啊 有同学说 我不揉泥 我还是揉的啊 把里面的空气排干一点 然后看一下他的这个球有多大 现在的话是接近四厘米左右 对吧 一个球 不是特别大 所以大家也不要取太多了 好 然后我们现在把它搓开 我就搓胡萝卜状的这样的一个做法 免得一会儿有同学说 老师直接揪一只脚出来 这样不太会做 整个脚长的话在12厘米左右 不要做太长 也不要太短了 小腿的话可以比大腿部分呢 稍微长一些 你可以自己去划分这12厘米 对吧 一般来说 大腿从持骨联合到膝盖是两个头 膝盖到脚底是两个头 一共四个头长 对吧 三四一十二 那你就可以去划分一下 他的这个长度 脚的话 我们大概做2.5厘米 现在都是在讲 给大家讲数据啊 你可以听一下 就听不进去的同学 可以截一下这张图 好吗 免得一会儿又有同学 不知道这个尺寸是怎么样的 然后大家看一下 我大概是错到了12左右 那其实一会儿 它肯定还是有一定的形变 对吧 你边在塑造的时候 它边会有这个形状的变化 我就不废话了 一会儿土干了 我们稍微抹上一些凡士林在上面 这个形状的话就很像这个胡萝卜的一个形状 然后我们这节课的这个素体部分的腿部的话 它的要求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需要把这个脚做得跟我们的这个鞋子的形状长得一样 好 那我们就来先从两厘米开始压 这个脚是2.5的 但是你去压的时候是压到两厘米左右 因为它会有一定的这个伸展 对吧 说我们压一下 压了这个之后呢 我们就看一下 有同学一会儿又说 老师太快了 我们把它直接掰过来就可以了 这个地方是脚后跟 也可以说是脚腕 对吧 反正是背面 压的这个地方是背面 听清楚了压的地方是背面 不是正面 你正面压进去的话 你前面翻过来之后 脚的这个脚背就没有了 就没有厚度了 直接把它掰过来 稍微用点力 然后用这个右 左手直接往下掰 右手的话 用这个食指给它顶住 凹槽这个地方 然后也是需要用点力往上去推 边往下掰 边往上推 对吧 是不是 这个鞋的形状就出来了 脚的形状就出来了 基础的一个形状 然后现在大家确定一下自己做的是左脚还是右脚 那我的话先做这个左脚 对吧 左边的这只脚 然后把前面给它稍微捏薄一点 因为这个是直接穿鞋的 所以你一定要去规划好 它长什么样子 长度是多少 需不需要修行 修行不是说你要成仙啊 修行的话是修改它的这个形状 如果说要修行的话 你提前需要把这个泥稍微留多一点点 然后现在我们把它的这个基础的形状稍微戴一下 那这个人物 他其实是有一点偏这样的一个动态 就是有个前后脚 前后脚的话 你去做的时候 你可以考虑 大家都知道 你前脚着地的时候 右脚是怎么 就是 比如说你前脚着地 后脚是微微抬起来的 对不对 脚尖着地 这个是需要大家去知道的啊 你去做的时候就很明显 你现在自己做一个嘛 就是能站起来的同学可以试一下 你前脚着地 后脚是不是微微抬起来 如果说后面的这只脚 它在后面的话 它脚后跟的话肯定是离地的 对吧 所以你提前要去想好 哪只脚着地 或者说两只脚你都着地的话 那它就是一个纯静态的人物 对不对 刚才蓄胶了一下 应该 我也没操作什么 应该没啥问题啊 然后现在我们把它 小腿做直一点 因为脚后跟这个地方 你迟早得把它做出来嘛 然后脚腕这个地方 稍微搓细一些 向上搓一搓 好 然后把鞋子的前面压薄一点 不要把我们的这个脚背压得太薄了 然后鞋底的话 我们做一个稍微简单一点的 就统一一下大家 鞋底我们都做成平的 好吧 鞋底我们都做成平的 那我们就需要用这个 一定要注意是哪只脚啊 左边的这只脚 大拇指是在这个右方 对吧 我们需要把这个地方稍微 收一收 对吧 看一下鞋底 这样你能分辨得出是哪只脚 对吧 主要是收大拇指方向这个位置 然后鞋底稍微做平一些 做平一些 做成鞋的形状就可以了 不要做成脚的形状 做成鞋的形状 听好了啊大家 做成鞋的形状 然后把这只脚放在板子上 让它的这个脚底尽可能的平 这样你才站得住嘛 对吧 然后用自己的手做成V字形 去顺哪个地方呢 从我们的脚背两侧往下顺 顺在这个板子上 就是这样 看一下我的手势 这样去顺一下 边顺的话边稍微带到一下 大拇指内侧这个地方 稍微凹进去一些 方便你区分 做的是哪只脚 看一下脚底 是不是很好区分 脚后跟的话稍微细一点 当然如果说是穿的鞋的话 脚后跟就不要做的太细了 只需要脚掌前面稍微宽一些就可以了 做成一个鞋的形状就可以了 脚底也是同样的嘛 然后我们现在看一下 是不是刚好2.5左右 看一下屏幕啊 大家不要睡着 是不是刚好2.5左右 好 然后现在就开始做小腿了 对吧 这就是鞋的形状 其实鞋的形状是非常简单的 它就是前面是稍微偏弧形一点的 大拇指这个地方 稍微要圆一些 对吧 逐渐往下收 2 怎么会是2呢 要被气死 2.5左右啊 看一下从黑线到这边 是不是到这儿是3 那这个一半的话 是不是刚好是2.5 做到2的话 稍微有一点偏小了 然后把脚腕稍微搓细一点 你搓脚腕的时候 脚腕写了啊 脚腕0.7到0.9左右 不要太细 但是你不能太粗 因为要穿鞋子 然后做拉伸 往哪个方向 往哪个方向 往脚的方向去做拉伸 不要往上面去做拉伸啊 就是把整个梨往下面去堆 用大拇指轻轻抚摸就可以了 小腿的话 我在课堂笔记里面写的是 各5 对吧 小腿大腿各5 那小腿的话 我们可不可以做到6 可以的 小腿4大腿6 对 小腿6大腿4 对吧 这样去 或者说 应该是6吧 我写的是6 应该是12对吧 4个头 那小腿的话 你可以做到7 对吧 稍微多1厘米 让它区分一下 大腿跟小腿的长度 这样看起来会 稍微修长一些 虽然说最后 它都会穿上裤子 但是至少从 素体方向来说的话 我们看上去 是比较修长的 对 是12厘米 我刚才说错了 我们就做到7 然后我们现在看一下 如果说做到7的话 大概是在这 那整体来说的话 小腿还是要 逐渐再拉长一些的 对吧 我们稍微再把小腿 再拉长一些 3,4,1,12嘛 对吧 稍微再拉长一些 好 现在小腿的形状 基本上来说的话 是还算比较完整呢 7厘米 7的话 大腿的话 就做到5厘米左右 也差不多 然后我们稍微 把这个 它的肥肠肌的这个泥呢 往上稍微堆一堆 就做出它的这个 侧面的这个肥肠肌的 这个弧线的这个形状 好 然后 你整体在这个 我们的 这个垫上稍微比一下 那我们压的这个痕迹呢 在什么地方去压呢 我们大概在6.5 或者说6厘米 这个地方去压 为什么呢 因为你做了之后的话 它还会有一定的拉伸 那如果说你压了之后 刚好在7这压 那你再继续拉伸的话 可能就有8厘米了 对吧 我们就在6这个地方去压一下 压的话 肯定也是压这个后背这个地方 对吧 脚后跟这个地方 好 压进去 然后我们稍微给它过渡一下 上下方向去过渡 对吧 从哪儿压的脚蚌 从2厘米处压的脚蚌啊 这个同学是来晚了吗 然后我们把它向下堆积的这个 小腿肚的这个形状 肥肠肌的形状 稍微给它做的明显一些 我的土今天是比较湿的 所以大家今天应该明显的感觉到 我抹的这个凡事林会减少很多 对吧 然后内侧的这个泥 我们把腿收正 就是上面对着自己 然后观察它的这个外侧高一点 内侧低一点的 小腿的这个斜对角的这样的一个形状 去把内侧的这个肥肠肌往下去收一收 也可以说小腿肚在外侧的这个区域 更为凸显一点 明白吧 好 说的差不多了 我们看一下它侧面的这个形状 对吧 侧面小腿肚的形状 好 现在是不是应该把膝盖做一下了 膝盖的话 我们就顺着这个上面压的这个压痕 大腿这一侧的这个压痕 斜着向下 手做V字形 给它捏进去 捏进去之后的话 找到膝盖窝往前对过来的位置 给它往上提一提 横着压出膝盖的这个形状 再用手做V字形去 给它把膝盖做加深 同时把小腿往后推 听清楚了啊 有同学 第一节速体课就跟我说 老师我的小腿推不到后面去 那为什么推不后面去呢 现在整个小腿 用我们的右手的食指 多站一部分 前面颈骨的地方 往后压 指尖部分对准膝盖的这个下方 往后压 你这样不就推后 推到后面去了吗 因为小腿是在后侧的 它跟膝盖 膝盖这个地方是有一个阶梯状的 看到没 然后现在再把膝盖的这个形状 稍微再给它捏一下 这样结构就非常明显 有不清楚的同学吗 一会儿不清楚我们还有一条腿啊 不要紧张 就还有一条腿 然后现在我们再把它的关系 再过渡一下 然后又有一个新的问题出现了 说到膝盖 我就想起有同学跟我说的 膝盖做的跟脚腕一样细 是要把我气死是吗 膝盖怎么会跟脚腕一样细呢 大家看一下我做的膝盖的这个厚度 跟脚腕能一样细吗 肯定不可能啊 膝盖这个地方是比较细一点 但是它肯定没有脚腕这么细 对不对 大家做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 好 然后我们现在慢慢的 如果说你腿部的结构 想拥有一点更清晰的结构 比如说男性的腿部吧 它的这个骨内侧肌跟骨外侧肌 它都会比较凸显一点 我们可以把它的这个地方 做的更快面一些 对不对 那如果说大家想把这个线条 做的更像手办一些 那就把这个地方收的更流畅一点吧 对吧 让它这样到这儿 然后折进去这样的一个角 给它去掉 就收的更流畅一些 这样的话 它是不是就看起来更像手办 的这样的一个腿型 如果说你做的结构明显一些的话 就把它的这个 股内侧肌跟骨外侧肌 都堆积在膝盖的这个两侧就可以了 都是一样的啊 就是你要去做结构 就做结构 不做结构的话 就把它收的更流畅一点 更好看一些就行了 都是可以的 是不是我们的膝盖从侧面来看 小腿是收进去的 好 现在我们把筋骨稍微捏一下 筋骨大家还记得吧 筋骨 有些同学捏了腿 筋骨并没有表达出来 用大拇指跟食指 去直接给它往上面捏一下 对吧 给它提起来 把这块骨头表达的更清晰一些 那你小腿的这个结构 看上去是不是就更明显了 它就能分辨得出哪个是内侧 哪个是外侧呀 这个筋骨的话 也是表达内外侧的一根比较重要的一个骨点啊 对吧 然后内侧稍微再往下收一收 外侧稍微高一点 大腿的话就是你保证 它从侧面去看 形状是饱满的 不要别起来就行了 如果说大家要去做逢降机的话 筋骨 对 大家去做逢降机的话 我们就可以用大拇指的这个侧面 从我们的这个地方 就是大概是大腿的三分之一的这个点 向上斜着压一下 然后把这个地方推平 这样是不是 逢降机的这个形态 把这个肌肉勒出来的这样的一根线条 它就凸显出来了 这就是大腿我们一般会去带到的一些结构 好 然后现在的话 大家是不是要去对比一下我们的这个身体 我的这个腿 它的这个宽度 能不能接上去 你要稍微去对比一下 先测量一下自己的这个 大概在两厘米左右 那你这个腿围的话也要控制在两厘米左右 所以不能太粗了 你往上再收一收 给它稍微收细一点 多余的地方剪掉就行了 当然你大小腿的这个长度的话 还是要去区分一下的 比如说小腿现在的话 你肯定还是要去稍微给它再加长一点点 因为我们刚才说了 小腿可以稍微给它做长一些嘛 对吧 现在的话可能就只有接近于6 我们稍微再给它加长一些 把靠近脚 弯这个地方稍微给它向下再顺一顺 然后大腿的话 整个长度 现在是接近于12 然后我们现在 整个大腿这一块的话 到5厘米就从膝盖这个地方往上去数 到5厘米处的话 给它做一个标记 然后其他地方就直接作为臀部向后去压 向后去压的时候呢 大家就斜着向后去压就行了 因为我们身体这个地方也是斜着的 所以你去压的时候呢 就用大拇指后面大概是在这个我们刚才取的这个地方 给它后面用我们的这个食指垫着 然后用大拇指向后把上面的这块你往后推 使劲的向后去推 推了之后的话 大家把它的这个面 给它稍微 做平 对吧 它是斜着接的 你就给它稍微剪掉一些 如果说你不太好往那边去收了 用剪刀剪掉一点 然后臀部这个地方的话 你边剪 剪了之后的话 你得往下面去堆一下 或者说如果说你操作不了 你用棒针稍微去确定一下这条线 然后再把这个你往下顺一顺 对吧 侧面的弧线的话也是 稍微给它做的更流畅一点 这样的话就是腿部 对吧 上面这个边角稍微修一下 我们看一下 你最后的话是要把这个切面收到跟身体对齐的 大概也是要接近于两厘米的一个直径 如果说太宽的话 肯定就不行 对吧 你太宽的话 你接上去的话 接不上去 它可能还会有一些地方出来 这时候你又要动到身体 側面的线条一定要多去给它顺一下 让它稍微平一些 就是这个大腿外侧的这条线 就从大腿膝盖往上去推 一直推到我们接口这个地方 给它推成一条弧线 不然你后面去修的话肯定不太好修啊 对吧 最好现在给它修好 好 然后我们把身体放上来 大概去对一下 看能不能接上啊 如果接不上的话 你就还是需要再去调整一下的 因为总体来说的话 你接不上 就说明你做的这个腿 可能稍微有一点偏粗 可能稍微还需要再细一点 然后它侧面的这个线条 你也要去注意一下 它腿向上收 大概的话 它这个切面目前来说 接是可以接上了 但是这个地方 持股这个地方 它可能缺泥 如果说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 你可以选择 把这个地方的这个弧 这个接线 给它重新修一下 或者说后面去补泥 对吧 但我知道大家都不想去补泥 你不想补泥的话 你就重新修一下这个接口 给它稍微修窄一点 修平一些 但是臀部的形状还是要有啊 然后膝盖 这些地方 你边做的时候 边去注意一下自己最开始做的这些细节地方 有没有消失 需不需要再加深一下它的这个结构 小腿向后去趋势 整体的一个长度控制一下 大腿内侧的话可以稍微收一收 这样方便你接接这个接口啊 好 然后这时候大腿 其实我们的腿部这一块差不多了 然后你是觉得如果说还是接不上的话 你可以稍微调整一下我们的这个躯干 因为它都是可调整的嘛 就你只要没干的话 没完全干的话 你稍微调整一下它的这个跨部的这个宽度 因为你最后的目的就是需要把它接在一起 你接在一起之后 它都还是需要重新再去调整一下 调整什么呢 调整它接在一起之后 它的这个侧面的这个形态 就是侧面的这条线 你都还需要再去调整一下的 看到没 这样的话就算是接上了 接上的话 你持股这个地方的话 如果说你上升流的这个线 它就比较平一些的话 你后面可能还是需要稍微再补一点 你再持股这个地方 对吧 因为你始终得打磨嘛 打磨的话就稍微注意一下 然后就我刚才说的这个问题 从腰部到这个大腿的这个线的这个侧面的一个流畅度 稍微去注意一下 稍微推一推 然后从我们的这个持股这个地方 对吧 然后向上去压一下 因为它 大家可以摸一下自己的这个掐股上级 到大腿的内侧这一块 它其实是稍微偏平一点的 它算是一个低点 所以大家可以稍微给它压的深一点 这样方便你就直接把这个持股这个地方给接上了 然后侧面的这块稍微修一修 然后大腿稍微向内侧稍微调整一下 然后侧面的形状的话注意一下 臀部的话往上收一收 大 这个小男孩的臀部不需要大家做的特别的翘 对吧 可以稍微平一点 然后男性的话就像这种青椒一样 对吧 臀部 好 然后我们就做另外一条腿 这条腿的话到这就差不多了 我们就做另外一条腿 其实大家看到我们剪下来的地方呢 也不是特别多 所以大家如果说泥稍微少一点的话 有可能掌握不好 会缺泥 对吧 这个我们可以把它回收起来 一会调整泥浆去抹缝处理 我们做下一条腿的话也是同样的取 四厘米的一颗圆 那第二条腿的话可能就稍微快一点了 第一条腿我们讲的是非常详细的 第一条腿没听到的同学 或者说来晚的同学 我们可以听一下第二条腿 还有结构方面需要去注意一下 还有刚才有同学问 脚腕从什么地方压 对吧 稍微搓个圆 排一下空气 大概是四厘米左右 对吧 那我取土的话 应该还算比较准确啊 就差不多刚好四厘米 好 然后现在的话我们把它搓长 先用手先搓一下 对吧 板子去搓的话 主要是给它做加长处理 然后是前端细 后端粗 对吧 大概搓到12厘米左右就行了 前端稍微再稀一点点 有同学说可以稍微搓长一点 这样你后面去捡这个大腿就好捡 也可以 对吧 你可以稍微再加长一些 搓到13也行 14也行 方便你去捡嘛 然后前端的话大概是压两厘米左右 对吧 我们就从这压就行了 压的这个凹槽 还记得吧 凹槽这个地方是我们的脚后跟这方 对吧 然后稍微抹一点点分式灵吧 不要抹太多了 一会儿又太稀了 就大家看不了打磨 好 现在的话我们稍微给它把凡士林搓均匀一点 不要用力啊 就稍微轻轻的搓一下 然后捏住前端 对吧 用我们的右手的食指向上推 直接把脚推出来 然后确定一下 脚腕给它轻轻的搓出来 然后前方 把脚后跟做细 前端的话给它加宽 脚腕这个地方稍微拉长一点点 脚腕稍微拉长一点 用大拇指朝这个脚的方向去调整 把这个泥朝脚的方向去做拉伸处理 顺便边调整长度 边把这个泥给它调整的更平滑一些 对吧 不要让它坑坑包包的 然后现在我们确定一下 它是右边这只脚 大拇指是靠内侧的嘛 对吧 靠左边 然后我们把前端给它稍微捏薄一点 然后把脚掌给它做平一些 这时候我们把刚才那条腿掰下来 不要让它衔接在上面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这条腿做完之后的话 另外一条腿要照着刚才做好的这条腿去做 脚底的整个长度什么的 都得依照自己做好的这条去做 然后它朝内侧收的这个趋势给它收进去 前面脚掌的话逐渐给它加宽一点 然后做成它左右对称的这样的一个弧线 看到没 就是大拇指这个地方稍微突出一些 靠近小拇指方向的话 它就逐渐往下收进去了 然后贴近桌面 都去顺一下它的关系 让它脚底稍微平一些 脚腕的话 我们就给它搓细一点 注意对比一下脚腕的粗细 然后逐渐朝这个脚的方向 去做一个延伸处理 对吧 做延伸处理 延伸处理做的差不多了 然后你觉得 哎我这下可以了 我现在要去压我的这个膝盖窝了 对吧 那它的粗细我们看一下 如果说差不多我们就可以去压 如果说还需要稍微再收一收 那我们就再收一收 对吧 不着急吗 这个东西 我们可以稍微再收一下 给它稍微再收的细长一点 然后现在把这个泥 大概的话是在三厘米处这样的一个样子 把这个泥往上去推一下 为什么呢 因为肥肠肌的话 它跟小腿到这个脚腕部分的这个过渡的话 它会稍微有这么比较明显的一个地方啊 然后我们左右对比一下 大概的话我们找到需要压凹槽的地方 稍微偏下一点 因为都说了嘛 它会逐渐拉长嘛 对吧 现在这个脚腕的粗细的话 差不多 可能是左边这个稍微细一点 我们可以稍微给它搓圆一些 这样看起来会稍微细一点 就是你做完一只 另一只就得按照自己做完的那只去调整了 对吧 然后稍微偏低一点的地方去压这个膝盖窝 标记一下 然后把它翻过来 翻过来之后 我们稍微给它压深一点 压深之后的话 同样的往上往下去过渡对吧 朝这个坑 就是压进去的坑的这个上下方去过渡这块泥 不要压进去之后不管它了 对吧 好 然后整个长度的话 依旧是参照我们做完的这个 如果说它整个长度不需要再做延伸了 那我们就不延伸它了 就直接把膝盖位置给它做出来 对吧 做V字处理 然后用这个磅针稍微推一下 这样膝盖就被加深了 然后小腿往内侧给它收一收 向内侧去 好 小腿的这个肥肠机 外侧稍微高一点 那我们就需要稍微给它往外侧稍微翻一翻 对吧 你往外侧稍微推一下 那内侧它自然而然就稍微会低一些 看到没 然后现在朝着这个膝盖大拇指方向 我们用手做V字形 从膝盖的下方一直顺着大面积的这样去捏它 把它的颈骨捏出来 并且检查一下侧面颈骨是比较直的一个状态啊 不要大家侧面的颈骨 一个很大的一个弧度 这是块骨头 骨头它需要稍微直一点 好吗 大家就不要做的太偏弧线了 对吧 只有肌肉啊什么的 它会比较偏弧线一点 颈骨的话 骨头我们还是给它稍微做直一些嘛 好 然后整体的我们稍微再去比对一下 大小宽度什么的 然后内侧的这块肌肉 我们稍微再调整一下 然后膝盖的这个形态 给它稍微过渡一下 外高内低的趋势 对吧 好 然后现在我们来来找一下大腿 大腿的话我们看一下 整体来说的话 大概我们就是从 把它合在一起 对吧 合在一起 然后找它这个出这个切口这个地方 给它稍微对着压一下 然后我们就知道这个地方是我们的大腿的转折点啊 也是我们的这个臀部的一个转折点嘛 对吧 你把它压下去 大家看一下是不是 臀部的转折点 压下去之后 把大腿这个侧面的这个弧线稍微给它堆的更薄满一点 稍微推一推 然后上端的话我们把这个你同样的往后使劲的一压 下面垫上我们的这个食指 在凹凹痕这个地方 然后给它推下去 让 背侧的这个泥稍微有一些了 我们就可以斜着给它剪掉 对吧 斜着剪掉之后的话 我们把上面的这一块 大家看一下 用食指接触这个切口面 往下压 这样臀部它自然而然就压出来了 它这个泥就往下堆了嘛 它就压出来 这个泥就堆下去了 然后你再用大拇指稍微去修一下这个臀部的形 然后侧面大腿的这个形状 对吧 然后 诶 等一下 我们是 我们是坐 右边这条腿 剪错方向了 稍微调一下 稍微调一下 不要学我啊 剪错方向了啊 右边的话应该是剪内侧 剪内侧 然后我们稍微调整一下 然后外边的这条弧线稍微给它调一下 不要学我啊 这个是个错误的示范 然后臀部同样的还是给它推出来 做左腿做太多太习惯了 然后上段我们稍微给它修一些 然后侧面的弧线稍微压一压啊 就凭了命都要给它救回来 对吧 然后我们把这个 刚才剪错的这个地方的凹槽 稍微给它填充一下 因为凡士林还是抹的比较够的 所以 能 还是能救回来 如果说 大家的凡士林抹的比较少 可能就救不回来了啊 所以就不要犯这样的错误 好 然后我们看一下 整体的一个 它的这个 长度的话都差不多 然后上面的话 我们可以稍微再给它调平一下 你们救 我们救不回来 对对对 大家不要学我 在这里给大家磕头了 不要学我 一会儿有同学剪错了 然后 老师你在干什么 我都已经剪了 你赔我的腿 稍微修一下啊 修一下 大腿还是要注意一下 它的这个肌肉结构形态什么的 以及从侧面观察它的这个 饱满的一个状态 好 臀部这一块 稍微修一修 然后剪掉一些在 让它稍微平一点 然后注意一下这些细节 比如说颈骨这一块 稍微再调整一下 让它看上去 整块骨头是比较直的 就差不多 差不多的话 我们就左右两边 对称者看一下 好 这时候 老师晚上肯定有约 心不 心不在土焰呢 那倒也没有约啊 就只是单纯的出现了 脑壳短路很正常嘛 对吧 然后我们把它先放上去看一下 那腿做完之后 没有放没有让大家直接去连接 是因为如果说这时候大家要去做动态 你是可以做的 如果说衔接上去之后你是做不了动态的 对吧 好 然后我们现在把这个腿稍微给它衔接一下 你衔接的时候肯定是边修剪边衔接啊 腿做的一粗一小 大小不一样了 那肯定是要对照着自己做好的那条腿去调整的 你肯定没有对照着去调整 拿出自己的白胶 然后我们在这个切口这个地方稍微涂一点白胶 不要涂太多啊 这个白胶是堵上了吗 好 稍微涂上一些 然后我们先接这个刚才剪错的这条腿啊 现在我已经把它揪回来了 我们先把它接上 先看一下 然后调整一下它侧面的这个曲线 男性的曲线如果说大家做的没有这么流畅 也没有关系 因为男性的话他没有女性的脂肪垫这么多 所以他总的来说的话 整个身体上可能就是 没有这么饱满吧 也可能就是大家说的没有这么流畅 但是你不要为了这种不流畅去做的不流畅啊 就是还是可以稍微做的流畅一些 然后侧面的线条向上稍微调整一下 臀部的话需要大家去稍微再给他压一压 大腿的形状稍微收一下啊 好 然后内侧的话 我们可以用我们大拇指 左手大拇指 顺着这个我们的腹外斜这个地方 先现在给他压一下 调整一下他的这个缝降机的这个位置 然后向外侧稍微掰动一下 这样比较方便接这个接口 接口的话我们都是向上去推 尽可能给他推的稍微平一些 对吧 然后我们再接另外一边 另外一边的话也是同样的 我们把这个白胶稍微抹匀一些 然后把腿接上 腿接上之后的话有同学会发现 我持过这个地方有点太近了吧 对吧 那是不是应该稍微调整一下 那如果说要调整的话 我们先把它接上之后 再用磅针去调整 好吧 这些线条的话都一定要让他对齐 用磅针去给他往上更伏贴的 让他收在一起 侧面的话也是同样的 臀部这个地方 对吧 位置什么的 稍微再调整一下 膝盖跟脚底整个长度 都要稍微对齐一点 然后内侧这一块 我们涂上白胶之后 用磅针尖的这一端 从我们的膝盖这个地方穿插上去 使劲的给他压一压 朝这个齿骨上 让他内侧稍微平一点 然后再用尖的这一头 给他做的更贴合一些 把这些缝给他挤在一起 然后把上面身体部分的 这个你往下去推 让他接口处呢 不要出现那种 怂起来凹进去 再怂起来 对吧 好 现在如果说要做前后腿的 这样的同学 我们稍微放大一点啊 如果说要做前后腿的同学 我们看一下啊 做前后腿的话 就是我们可以去调整一下 他的动态 动态的话 比如说这只脚在前 对吧 那我后面这只脚的话就在后 这就是前后了 对吧 前后的话 你就可以稍微调整一下 他的动态就行了 就是一前一后嘛 那后面那只脚是垫起来的 就是膝盖这个地方需要大家稍微弯一下 对吧 脚尖着地嘛 稍微有一点点角度 好 我现在这个泥的话 这只颗用的这个泥呢 它也是比较软的 所以我们就让他做一个正常的一个站子吧 如果喜欢动态的同学 可以稍微去调一点点 不要调太多 结构什么的消失了 好 我们现在还没有做完啊 我们缝什么的都没抹 现在放在棉花上晾干 我稍微调一点这个泥浆 我边调泥浆边看一下大家的问题啊 看这个同学问的是什么呢 怎样才能曲线更饱满 推出来总是平的 什么地方的曲线 这个是抹瓶水 哎呀 它怎么撒了 我们把刚才没用完的这个泥 找一个容器啊 找一个容器 给它调一下 我看我找个什么东西啊 就大家稍微这么 先给它揉一下啊 揉一下之后 找个盖子吧 对 这个土不知道为什么 最近这个土就是不太好 就所有人都发现了 然后我们给它调细一点 把这个缝形给它抹了 臀部的线条吗 臀部如果说大家做的做不出来 你可以后面直接用这种软的黏土 搓两个小球 给它补上去 补上去之后我们再抹缝就可以了 给它抹平就行了 就是贴屁股的办法也是很简单的啊 刚才有同学问什么问题来着 我们这节课的话可以不做鞋子 可以带你们做一只 因为这个脚也没干 我们只要把素体搞定就可以了 就任务特别轻松 就不繁重 对吧 我们先把这个缝抹了 缝的话 我可能今天调的这个泥浆呢 稍微要偏硬一点 就没这么稀 方便我打磨一会儿 太稀的话 一会儿我也打磨不了 大概 就是能拉一点点丝啊 拉出来的丝可能不是特别明显的 这样的一个状态就差不多了 就比普通黏土要稍微稀一些啊 就能拉丝就可以了 里面不要有颗粒啊 有颗粒的话 你这个堆上去之后就完蛋了 然后先补一下持股这个地方 好久没有听课了 墨成椅 又报的网课 抹瓶水是加在泥里面一起抹 对 是调泥浆用的 看到没 就是大家一刀是一刀的 你抹了一刀之后 最好把这个泥浆擦掉 不然你抹下一刀的时候 它就会糊在一起 搞过蛋糕 搞过奶油吧 大家 就是你抹那个蛋糕什么的 是不是也是这样 你的抹刀首先要干净 不然你抹出来的这个奶油呢 它肯定就是不平整的 对吧 一刀是一刀 稍微擦一下 你别像我这么埋态擦在手上 你找上纸嘛 对吧 有话要说 是好不讲究 擦在手上 这东西玄乎乎的看着 对吧 一刀就抹过去了 没有时间 可以 没有抹瓶水的同学 用水也可以啊 只是说水的话 它可能 没有这个抹瓶水调出来的状态 有这么好 然后我们再继续啊 侧面 就是一下就给它推过来 你看我这个缝隙还是很深的啊 所以我调的泥浆呢 是稍微偏硬一些的 你拉丝的这种的话 最好在手上先给它团一团 对吧 团的稍微 平一点了 然后你再给它放上去 放上去 先用这个抹刀 先给它传在一起 传在一起之后 再向这个臀部的左右两边 给它抹开 分开 可能不太够 再来一点 有同学说 哦 好好玩哦 哦 抹这个屁股看起来还是 挺顺畅的 自己试了才知道啊 对吧 分开这样去抹 就抹一个这样的一个倒八字的一个状态 朝着臀部两边抹就行了 牺牲了自己的手 没事 我们今天离太软了 我们就不做鞋子啊 下节课做 时间够的 主要是要这个素体干 素体不干的话 你贴鞋子不太好贴的 等一下 我们把这个中间 大家看到没有 中间这个地方 如果说你抹得不太好的话 没有抹进去 你用棒针尖的这一头 从它上面往下去滑一下 看到没 给它拉下去 让它稍微分的更清晰一点 然后再用这个抹刀 给它抹一下 朝外侧 轻轻的推一下 推的时候一定要一刀是一刀的 你不要推这样 反复 对吧 你反复这样推 它推出来的肯定就凹凸不平了 你朝一个方向去抹的时候 一刀就一刀 一刀推到底 推到它消失为止 好 看一下正面 正面的话也是同样的 比如说像这个地方 尸骨不太好抹 你可以换一根 稍微窄一点的这样的一个抹刀 我们的小抹刀 黑色这只 朝内侧 内侧收一下 对吧 然后这些缝隙 该怎么抹 怎么抹 稍微再给它抹一下 大部分情况下都是一刀是一刀 直接推平 好 抹了之后 向侧面的这个曲线 是不是又可以稍微调整一下了 你就又需要再去调整一下 让它更流畅一点 然后我这儿是刚刚没有抹的 我现在才发现 我们再给它补一下啊 不要着急 一定要全部都给它抹上 抹上之后的话 就等它稍微干一下 然后我们再用酒精棉片去打磨 总体来说的话 这个泥都是偏湿的一个状态 一般情况下啊 大家听一下 一般情况下 你可以等它稍微亮一会儿 大概隔个半个小时左右 它表皮稍微干一些了 你这样去打磨的话 它可能会稍微好打磨一点 泥的话 泥浆也比较容易 能填缝一些 因为它如果说都软 那我也不知道谁填谁了 对吧 有同学可能也就迷糊了 我到底是填了还是没有填 就感觉它混在一起了 这个缝到底是填上了 还是没填上 富冠 莫诚以兽尔 我上个班的同学吧 我知道他来了呀 我看他说了好多 他没跟上课 怎么又要走了吗 家里带孩子确实挺辛苦的 然后我们找一下酒精明片 然后给他稍微打磨一下 什么某刀没有我的翘 这什么问题啊 我的天哪 我现在才看见 你们看一下 这个某刀是三件套 一根黑色的 一根绿色的 绿色这根要稍微大一点 还有一根是黄色的 黄色那根最不中用 已经不知道扔哪去了 反正我没怎么用过 黄色那只是个 有点像 有点像那个 点画棒那种头 反正不好用 没怎么用过啊 至少 一般就是用这个 如果说你觉得翘的这个好用 是因为 你去用力推的时候 他可能这个接触面会更平一些 橙子不是吧 橙子 确实不巧 那可能是买到不太一样的 这个套件了 对 这个套件的话 也有很多种 我记得 然后我们轻轻的来打磨一下 虽然我现在很不想打磨 但是不打磨也不行 就我不打磨 你们也不打磨 打磨的时候呢 我们朝一个方向去擦 就擦的面积怎么样 稍微大一点 对吧 面积越大 擦出来的这个痕迹 越小 记住 对吧 橙子也是学姐 对 橙子可是很厉害的 对吧 橙子已经跟了我很多期了 看我都快看吐了 最怕打磨 打磨是必经之路 对吧 大家钻这个酒精棉片的时候 你可以用这个手 把它这样绷着 就是让我们的这个食指是绷在这一块的 你这样去擦的话 就相当于是你的手接触的这个面 你这样是不是这种触感会更好一些 你打磨起来就会更方便一点 对吧 稍微轻一些 刚刚有同学看我 时间的蘸了一下这个抹瓶水 对吧 是可以去蘸一下这个抹瓶水 因为抹瓶水的话 它会软化这个黏土表面 然后你在擦这种大面积的时候呢 它会让它变得更平整一些 我一般酒精棉片打的话 会稍微少一点 可能就用一两张吧 然后大部分都是酒精棉片加抹瓶水 为什么还是要换这个酒精棉片 是因为你打磨着打磨着 它上面就起丝了 这个丝很容易让这个身体 它不太工整 或者说表面会起这种纹理 对吧 你上面起这种凄理感的话 就相当于白打磨了 然后我们换一个方向打磨一下 刚刚打磨的那个地方 你就打磨之后 你就如果说没打好 你也不管它了 等它稍微亮一下再去打磨 因为你越打磨 它越容易变形 因为现在这个你 你糊上去之后 它还比较软 身体也是软的 你也是软的 你怎么打磨 它都容易变形 我们只是说能够给大家演示一下 今天这个做的身体 都还算是比较硬的了 之前做的都完全没办法碰 对吧 我今天凡事领某的比较少 控制了自己 就100分钟 什么下课 你看9点都没到 就想下课 一般我不会拖大家的谈 尽量就是课上讲完 我们今天内容的话 主要就是身体部分 还有就是打磨 对吧 至少说持骨这个地方 我得给大家稍微打磨一下 你方向的话 持骨这个地方也是 朝这个接口两边去磨 就面积的话 稍微可以稍微大一点点 你手伸不进去的地方 就不要伸进去了 好不好 你要是手再使劲的伸进去 又被压变形了 那就不好看了 对吧 男性的双腿的话 我们可以稍微让它分开一点点 你要去做动态 要考虑一下我们这个案例 它长什么样子 太大的这个脚上的这个动态 就别去做了 对吧 不想麻烦的同学 就做一个安静如机的站立姿势 就可以了 好吗 然后侧面的这些 大家看一下 我都从胸腔的上方 这样一直滑拉到我们的 这个大腿的中部 因为这样去打磨的话 它的这个开上去几乎就会消失 对吧 接口 臀部的话也一样的 臀部稍微打磨一下吧 因为臀部的话 这一块确实不太好打磨 因为前面是湿的 臀部也一样啊 臀部打磨的方式的话也是 有同学说我 我怕我打磨的时候把这个屁股压扁了 那你轻一点啊 对吧 然后这个 臀中线 就是我们的这个屁股中红线 这个地方的话 不要把它弄平了 就是让它还是要有这个左右两边的区分的 屁股本来就两半嘛 对吧 你不要打磨这屁股就接在一起了 那不太好 不符合生理结构 对吧 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 你打磨过后的跟没打磨的肯定不一样 对吧 这些线条 横着的线条你就顺着横着打 斜着向上的你就斜着向上打 多去擦一下嘛 面积的话稍微拉大一点 看到没 这样基本上就 我肉眼看的话 可能还会稍微有一点点 但这个现在我处理的话是处理不了的 因为太湿了 就等它稍微干一点了 再去打磨就行了 然后双腿的话 大家要注意它站立姿势 对吧 你摆一个什么样的站立姿势 然后放在棉花上晾干 好吧 就可以了 好的 那我们这节课就结束 下节课我们再做鞋 鞋非常简单 两个片包起来就行了 就也讲不了这么多 因为这个泥也比较软 然后我们就科后答疑 我先传一下课